性的 所以这个禅宗 直接了当的 想尽办法让你开悟 就是说 在什么时间空间 让你显现你的性得出来 在什么时间空间 让你显现性得出来 对不对 可是他就 他就也不是说 我这样子就不要修行了 没有这个道理 没有这个道理 为什么 禅宗有一句话说 若如你修行本来 意啊 意除妄想真的难 若论修行本来意 如果说要开悟 那个很简单的啦 要开悟啦 其实已经很难啦 如果要悟到不生不灭的本体 这个很简单啦 只要稍微下一点功夫 若论修行本来意 如果要 若论修行本来意啊 意除妄想真的难 要除掉这个妄想 倒是很困难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习气太重了 叫我们不要贪 你就是要贪 叫我们不要贪真心 你还是一样啊 叫我们不要执着 我们还是要执着啊 业力推着我们 习惯性推着我们 我们的惯性意识啊 使我们没有办法 不值得不执着 有 要不然就不得不执着 空 我们活得很无奈 我们不能执着 我们没有办法做习惯的主人 习惯了造就了我们 后来我们变成习惯的奴隶 习惯的奴隶 就是这样子 问题就是出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们的佛性 是因次第而成 也是顿悟而成 也是顿悟而成 任何一个次第都是空 就是这个意思 任何一个因果的撒那生命 通通是空性的极致 绝对的空性 任何一个空性 不坏事项的因果生命 所以精进是一定要的 剥热的智慧你不可缺少 剥热的智慧就是性德 精进就是修德 就是修德 这两种不可废切 不可废切 底下 最后乃是以提倡净土为归结 为什么呢 因为上根立字的乃是下根下字的 三根普辈的法门 就是净土法门 不能离开念佛法门 提倡净土为归结 庙哉可谓的清净法门也 法门也 哎呀说呀 太不可思议了 可以说是得到清净的法门也 清净的法门 那么就是有正知正见 清净的法门 就是看东西再也没有障碍了 没有执着当然没有障碍了 没有分别见当然没障碍了 不颠倒当然是没有障碍了 没烦恼当然是清净了 所以清净法门呢 正入了境界 可谓的清净法门也 些人方伦 这个方伦记事 我要读过他的书 大圣起先论 这个记事好像住在左营 但已经往生了 方伦记事 非常有修问的 那么非常有修行的 一个在家记事 今天这个叫做轻松的课 天文地理无所不谈 无所不谈 这个内容又好 丰富 宇宙万有本体论 金灵 金灵就是现在的南京 南京 白衣就是指居士 在南京的一位居士 叫做电锡 吉 就是不是自己写的 吉和这些高深大德 先圣前弦 所有的理论 把他用最巧妙 直接了当的 把他讲出一个 符法的大纲跟原则 所以这个叫做吉 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编撰 编撰 就是孔子所讲的 恕而不作 恕而不作 就是只是前人所讲的 把他描述一下 不是自己的东西 当然这个是很谦虚 说十方无边际的空间为雨 是宇宙到底有多大呢 这没有人知道 如果有人问你说 这个宇宙有多大呢 那你怎么回答 你只能讲 无量 无边 没有止境 对不对 是这个不够圆满 但是换一个脚 角度来说 单刀之路的跟他说 你的心有多大 这个宇宙就有多大 譬如一只蚂蚁 它的胸量很小 它的宇宙 就是那么一棵树 譬如说蟒蛇 它的胸量那么一点点 就是亚马逊河的流域 就是这么大 猴子 它不能离开树 哪里有食物 它的空间就是这么大 就是这么大 就是这么大 凡夫 烦恼的众生 每天这样子对立 执着烦恼计较 它的宇宙 生命观就是那么一点点 要是圣人在闭关 它的空间 虽然那么小 可是它的胸量 是没有止境的 大慈悲 大平等 大剥热 充满着心中 那你说它的宇宙有多大 那还有无量无边 所以简单讲的话 你的胸量有多大 你的宇宙就会有多大 用这样来形容 就更贴切了 所以单单外面的空间大 没有用的 内心里面 要拥有真正的智慧 就会有无量无边的宇宙观 所以过去现在 未来 无穷尽的时间 叫做宙 记住 这个宇宙的定位 是一种妄想 妄想 心不相应形法里面的一种妄想 就人类执着的角度 方便的角度 来定有空间 还有过去现在 未来 无穷尽的时间 它的定位 是定位在妄想 如果悟到一真法界 平等的心性了 那没有什么叫做时空的东西 都是心所引现了 种种的现象界 现象的对立 产生了种种的缘起 缘起的存在 按理了种种的名相 在家里执着 又死在自己的名相里面 这个就是众生 有为法 顿点 无为法 顿点 色法顿点 心法顿点 燃法顿点 静法顿点 是一切的万法 有为无为 生命的有为法 不生不灭的无为法 缘起的色法 以及无形象的心法 造恶烦恼的燃法 以及造善清静 如如不动的静法 这一切的万法 注意假明万有 注意那个假字 假明万法 为什么叫做假明呢 因为秋其实体不可得 你要找到一个真正的东西 没有 没有 譬如一朵花 这朵花你再给它分析 用一点点智慧给它分析 你要找到这个花的像是没有这种东西 好好地给它分析 就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东西 我看到一条犀牛这么大 犀牛 对不对 把这个犀牛脚切割起来 磨成粉末爪 把犀牛皮剥开来 肉剁开来 剩下几根骨头 犀牛这么大 再给它分析起来 连犀牛都不存在 我们所谓不存在 并不是没有这条犀牛 而是说 犀牛本身用智慧去透视它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不是 在身上找来找去 找不到一个永恒的东西 就像我们身体一样 不但犀牛 看到我们这个色色也是一样 我们拼死命地这样找到 想要找到一个永恒 人 细胞 头发 唾液 尿液 肉 骨骼 血淋淋的 这个肉 拼死命地这样找 身上哪一种东西有永恒 没有 那么我们就是死在这个地方 一个臭疲狼害死无量无边的众生 我们就是包了一个臭疑的身体 携带一个臭疑的身体 我们一直无量百千万劫 一直没有办法放下 一直没有办法 所以这个假名万有 就是因为因缘法所建立的假的名相 万有 一切万法从本以来 极灭战难 为什么叫做极灭战难呢 透过智慧的分析 它当体极空 我们现在说一切的职责通通是因为妄想 着一这种假象的东西 非常严重地把这些假象 这个叫做错觉 错觉 错觉 我们活在一种错觉的世界里面 严重的错觉 业力使之然也 这什么叫做业力使之然也 你人 虽然这是假象 可是你就一定要生长在陆地 你就没有办法 活在水下 这业力没办法 这个鱼 它一定要活在水中 捞起来 它一定要死 它根本就没有办法活在陆地 这个就是业力 业力使之然也 没有办法 所以 一切万法从本以来 是极灭战难 本质不生的 意思是分析开来 通通通是空性的 通通是缘其空性假明的万有 本质不生 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 没有这种东西 是常住不动的 你动一个念头 那就是妄想 求其一法 聊不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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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我们从 上 到下 从总统 皇帝 一直到凡夫走足 通通通 没有人觉悟的 除了学佛的人 他知道这个通通是假象 而且有那个功夫 了解世间的真相 真正的安住在 常住不动的心性里面 他没有烦恼 他甚至生命都要结束了 他也是一样的自在 何以故圣人生跟死等同 都有他的意义 何以他的意义 他都是不生都是不灭 常住不动 与虚空同体同受的 所以你为什么要写佛 我们就是要找到一个永恒的生命 我们这个生命实在是太短处了 太短处了 太短处了 他人在屏东 说他们这个大哥 吵着要争财产的大哥 他们这个老婆是我要去世了 整天只要把本土地 老婆就把他推了 兄弟来 就替他们老婆出力 老婆跟兄弟 连合家打这大小孩 兄弟来说 我怕死 今天要是有学佛 没有学佛 再分这个财产 就很麻烦了 世间人 你又找到几个世间人 又没有学佛的 他会看得开的 如果我今天我没有学佛 那当然也会争财产了 多多少少 不要太过分了 我承认了 可是我今天我学佛了 修学佛道也二十年了 假设我是个在家人 今天父母亲都走了 要分财产了 我会跟他讲 你好 你如果好 大家好就好 我没差 你说 三个来也不比较好 减资也不比较散 他也差不去 你怎么差都一样 这样为了侦察 祖产 担产打死 老婆跟少女 要抓起来跪 所以有学佛跟没有学佛的观念 那是天壤之别 天壤之别 世间人没有修行 他还轻视修行人 轻视人 哎呀 这贾差啊 这和尚啊 为什么出家呢 他搞不清楚状况 世间人就是这样子 拼死命的追 拼死命的计较 到最后一场梦 所以常常讲说 大梦谁先结啊 人生是一场大梦 是谁先结物呢 什么人先干 同一真如法性 假明本体 同一个真如法性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真如法性 假明本体 为什么要有个假明本体呢 因为本体它是无形象的东西 就像虚空呀 虚空它是什么东西啊 是青黄赤白黑呢 虚空是什么东西 你讲不出所以来 它无形无相的东西 所以这个假明本体就是说 我们那个心性啊 也是没办法去讲的 包括有形的有为法 无形的无为法 通通要用假明 为什么 有形的有为生命法 是缘起 但是却是生生灭灭 求其实体不可得 没有永恒性 好 那么再来我们讲 我们的真如本性 本体 这个还是要用到假明 又为什么 它是不生不灭 非形象的东西 没有安排一个假明 又怎么说呢 怎么去说呢 说我的心 对不对 你刺伤了我的心 你的心是什么 你讲不出所以来 所以我们一个人啊 自己啊 很追心之痛的时候 只有自己能够感受 小孩子体会不出来 老婆也体会不出 老公那种痛啊 老公也体会不出 老婆那种心的痛 所以我们因为无知 去伤害了对方 我们认为 我们这样做没有不对啊 可是很伤对方的心 我们不知道 也不知道 所以这个世界 当然没有圆容啦 这一讲起来就会各自表述 各自对立 各自啊 诠释自己的角度 所以啊 有个人问师父说 师父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 叫做圆容 很简单 内心呢 自在 没有挂碍 就圆容啦 硬是要把每一件事情搞得 非常的平等 人能皆大欢喜 那这不可能呢 你就是释迦摩尼佛来做 都没有办法 何况凡夫 我们如何来做的 每一个人都满意 那不可能 众生的心是发自无名 他有强烈的嫉妒 跟占有 跟排斥的东西 对不对 虽然要读一点书 可是啊 有时候啊 那举动是非理性的 这就告诉大家说 有学问的人 不代表就是解脱的人 疏读得多的人 不是代表无挂爱的人 凡夫跟圣人 就是这一线之差 圣人就了解 因缘生 因缘灭 没有实体可得 凡夫就是做到总统皇帝 都是一样凡夫 何以故 不自在 不解脱 永远 永远 陛下说 又万有约相而说 万有约相而说 本体是旧性而谈 也就是叫做诸法诗相 所以诸法诗相 就是诸法的旧境处 就是必尽空 这个叫做诗相 诸法的真实相 就是必尽空 叫做诸法诗相 简单讲 释迦牟尼佛是活在什么世界 释迦牟尼佛是活在无相的世界 你要进入 你要进入释迦牟尼佛诸佛 诸佛菩萨圣人的境界 你一定不可以着一层 连零零 除海 obrigado 连零零零零一的像都不可以执着 零点 零零一的法都不能执着 才能够 进入诸佛菩萨的领域 或者没有办法 就像进入太空窗 进入太空窗一样 无尽的太空 没有像可得 我们要开这一部 新的机器 智慧的机器 一定要像 不可以着想 也不能离像 了知万伐到最后的究竟处 就是不可得 这样日子是非常好过 非常好过了 前言 无人庙园 战吉 我们圆满 不可思议 战就是光明 吉就是激净 我们不可思议 圆满的清净自信 充满着光明 又是一片激净 吉就是如的意思 如如不动的如 灵明 飞钓 它不是肉体的昏尘 也不是肉体上的钓局 你无法去形容它 无名 没有名字 假名 清净自信 无相 无相 假名 万有本体 真如法性 所以没办法形容 各自本具 本具的本觉 性体 每一个人都具足了一颗 清净的本体 清净的本体 这是宇宙 万有的大本 就是所谓的 众望所归 万法归一 归到哪里 归到不生不灭的 真如法性 但是底下 以迷真 注望 我们迷了 迷真 注望 追 真的 不去追 是追错的东西 我们追了名 追了利 追了男女的感情 追了房地 船 汽车 或者是追了总统梦 这样子的 追逐 追错了 所以人之所以痛苦 在追求错误的东西 我们真的不追求 追求错误的东西 刚好颠倒 这当然不可能解决 生命的问题 所以动不动 实在没办法处理 就用自杀来处理 就用自杀来处理 所以今天来讲的话 也像这个警察一样 女朋友说 要分手 就拿枪打死她 三个月发生四次 今天话想回来 警察 如果也开这一门 佛教的宗教学 只要听到 而彻底的研究 保证没有一个警察 敢自杀的 更谎说 去拿枪 去打死她的女朋友 没有人敢这样做的 打死对方 负一条人命 自杀自己 八四田中 又是自杀 生生世世 都一直这样 自杀的种子存在 没有人敢自杀的 邪佛再苦 都要撑下去的 我们这种苦啊 不算苦啊 哪里算苦 有一天 很逊意地打开这个 Discovery的频道 Discovery的频道 一打开再报道 卢安达的事情 我要描述一下给你听 那天你看了 你简直不敢看 你不敢相信 这是监疫 抓起官的 那个缓囊 是竟然活在这种 监疫里面 这个记者啊 一进去 他说 这是什么味道 非常的臭 很恶臭 然后 走到露天 都是人 都是人 因为卢安达 法律也不脏 全国 只有首席 一个首席检察官 一个检察官 抓了十几万人犯人 抓了十几万人犯人 十几万人犯人 然后 那个 就像我们 我们这个 讲堂这样的楼下 如果是 两百坪的话 至少关 五百个人以上 像我们这个 五百个人 就是你只能坐着 不能睡觉 你只能坐着 不能睡觉 厕所在哪里 厕所在最后面 没有马桶盖 要 你就面向那边小便 那没有小便的人 就坐这个地方 那个臭气 就是冲到这个地方 铁片 铁片 这样 这样 扣起来而已 吃饭怎么吃 家里的人 带饭来吃 国家没有钱 你不吃 你就在那边饿死 如果你没有家人 为你送饭 你就饿死 那这十几万个人 一个首席检察官 不到 七 差不多十个律师 如果要把这些案件 审判完毕 要两百年 爱能骂你 一个一个等 一个一个等 晚上睡觉 他们晚上睡觉 干什么 他说没有啊 他没有棉被 没有棉被 对啊 就是这样子 然后露天的 下雨的下雨就是这样子 下雨就是像猴子这样淋雨 有的人比较抢的 比较好位置的 可以盖一点点 抢不到位置的 就是这样淋雨 人太多 没办法 一个讲堂这样子 楼下这样 关五百个人 那我说他生病呢 记者访问他 他生病怎么办 生病就放得让他死 没有医药 没有饮食 没有棉被 如果说 以我们现在台湾的这个监狱 就给卢安达的人来关 他要关这里了 那开放一下 他这里是天堂 你只要给他饭吃 给他棉被 给他一点点的床铺睡 他就说这里是天堂 以前我常常有在打幻想 这个没有徒弟嘛 是不是我到卢安达去领养一批黑人 慢慢叫他中门 慢慢叫他没饭吃啊 那领养 所以你要领养多少的孩子 一千个 咱一倍一千个黑人 因为现在台湾的工人难请 和尚也很难请 和尚这个行业也很难请 大家都不想让孩子 对不对 出家 我在想的这么贫穷的一个国家 如果我要收留一千个 我一定养活的他 一定没有办法 没有问题 对不对 一定没有问题 你就是说我们这样 都到那里训练了 都养得蚕食来训练 地下室一打开 睡那五百的 都睡土下就好了 明天去的工程给他们吃饭 都不用挂担火 有时候这三十的 比较高的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他都不用挂担火 你就让他吃饭就好了 有让他放流吃饭 一粒米饭给他就好了 你现在那个卢安娜 那个牢房 然后又访问一个孩子 十几岁都没有读书 说麦克风拿给他 记者访问那个小男孩 一个黑人的孩子 说你为什么不读书呢 他说我爸爸 被抓来关这里 关了好几年 我每天要为爸爸送饭 要走好几公里的路 我要走好几公里的路 走来这里 为爸爸送饭 送完了再走好几公里 再回到家 我这样要走一天 才能够拿饭 拿给我爸爸吃 吃完了 我要走回去 我没有时间读书 这几年通通是只有 这几年来通通是只有 为他爸爸送饭而已 送到牢房去 然后再赶快跑回去 这样子 你说你没有脚踏车 他说什么是脚踏车 不知道看到什么 有没有脚踏车 磨作车什么 什么 那一行也没有 都走 但是有一个好处 身体更用 因为每天外面 老板上班 上到身体有够用 身体过强壮的 卢安达 所以我常常告诉诸位说 你活在台湾 我们活在台湾 如果我们真的是 很不满意 你想想看 那种这种生活 你怎么过 然后那个记者 就面向大家 我要向大家呼吁 卢安达 这非人过的生活 这个地方不是人 能够过的生活 这简直是跟地义 没什么两样 生病 没医药 上个厕所 要小便 大便小便 没厕所 晚上寒冷下大雨 没有棉被 没有遮椅的地方 这一棚 就像猴子 以森林里面的 那些动物 就任余这样淋 就这样子 湿了再干干了 又湿湿 又干干了 又湿 就是这样子 我们今天 举这个例子是为什么 我说这一堂课 叫做轻松的课 天下无所不谈 来告诉你 你有多幸运 你有多幸运 你是在 万摊三岁 我转了很快 你是在 万摊三岁 你有什么地方 万摊 有什么地方 不满 没有 我们的精知主 精知主 而世界上只有一个最幸运的人 最幸运的人 在报道当中 这个黑连的黑猪 在报道当中 这个影片刚好被美国人看到 一个美国妇你看到 这个美国妇你看到那一幕 感动 她说我要收拾那个残悔的人 残悔的人 她整个脊椎弯曲的一个小男孩 她看到她就一直哭啊 美国人很有同情心 那美国人的领养还是有一个原则 就是她不会生育 不会生育 她就领养了 领养了以后 她开始啊 因为她有严重的疾病 肺癌 会结合 开始跟她治疗 美国人呢 就把她领养 透过那个镜头 透过记者 就这样把她 拿到护照 就把她运到美国来 开始给她治疗 治疗以后 脊椎弯曲 再给她剖开了脊椎 穿那个管路 给她脊椎挺直 她开始一直上学 这个黑人非常有志气 非常有志气 非常有志气 还每天呢 她都是这样子的 孝顺这个养父养母 对她非常的孝顺 非常有志气 人家读三个钟头的书 她就读六个钟头 结果这个黑人 这读书竟然是 整个美国的大学里面 就名列前茅的 第一名毕业 大学了 美国大学的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 那吓死人了 她说你有什么愿望 她说 我想做大事 我想做大事 非洲的大事 我希望我做 美国的国务卿 我要处理南非黑人的问题 黑人的问题 这样可见 人人的智慧是平等的 人人的智慧是平等的 举这个例子告诉你 太幸运了 那个记者说 全世界的人 这个是最幸运的 就是他在看这个discovery 看这个频道的时候 美国人看到那个哭 我看到老半天就是哭不出来 就太多了 一大票 那几百万人 通通是 你怎么搞的 哭不出来啊 这么多的黑人 这么多的悲惨 没办法 那个人就是 我要领养这个 结果领到 拿到美国护照 送到美国去 开刀吃药 每年都跟他为他做生日 他说 你几月几号生日 他说我不知道 爸爸妈妈 你给我订一个 我们在那边 哪里有什么 做生日的 不知道生日是什么时候 就随便订一个 每年他的爸爸 美国的爸爸妈妈 都跟他做生日 他一直觉得他很幸运 然后记者开始 访问这个黑人 小孩子从小成长的 他说 你很幸运的 他说我确实 我很幸运 他说你 在那边的生活是怎么样 他说 我是回教徒 回教的借力 就是不能偷人家 他说我宁可死 也不偷人家的东西 不偷哪人家的东西 但是你怎么过活 他说我每次都到菜市场的时候 在等 在等 看看有没有人 丢东西给我 或者是外国人 走过去的时候 看有没有丢个铜板给我 我买点东西吃 我就是这样过日子 他说你的病 他说 三餐都吃不饱 不要讲看病 就是放着让它自然 他说那你有什么感想 他说 世间实在是不平等 不平等 有的人就很幸运的 生长在西方 我们就很不幸的 生长在非洲 那么我是靠了 这一点坚定的意志 走路较过 因为他严重 重度的残障 治疗的 变得轻度的了 自己会走路 结果竟然是大学里面 第一名毕业的大家 刮目相看 他领了一张毕业证书 他的爸爸 他的妈妈 养父养母 在那边鼓掌 掉眼泪 我的心血 没有白费 你看 非常有志气的一个孩子 本来是放在楼宾 结果太好笑了 他十几岁 他才练小学一年级 他去同班同学的时候 他位置坐不下 因为他太大 旁边的坐小学 小学一年级 他说哪里上学 你有什么 碰到什么逆境 他说全班就是我最大 我十几岁才上小学一年级 桌子椅子都坐不下 每天小学生都一直骂我 你那么大怎么念小学一年级 早不过也在他小学一年级 你没办法 大家都一直看他 一直看他 后来他跟他们很好 都叫他大哥哥 大哥哥 我讲这个例子 就告诉你 有志者是进城 我们不要迷真诸望 不要迷了这个真性 追逐这个虚妄 时时刻刻 觉得很自主 时时刻刻 不要一直觉得人家伤害我们 时时刻刻 内心里面想到 万法都是因缘生因缘灭的 我们活得很快乐 很自主 然后能够施舍的 尽量施舍 尽量施舍 福地址就是这样 你银行里面的靠泽 有足够的钱 那你多余的那么多钱 你做什么 你先想想看 叫你去浪费钱 你不可能 福地址皆减 对不对 那么你省吃俭用 那么每天生活 就是这么单纯 你花到死 你也花不完 那你这些钱 你怎么办 对不对 你一定花不完 以台湾的经济来讲的话 那你叫你浪费 你也不可能 所以你是不是有计划的 要把他慢慢的 把他施舍 救度众生 对不对 真者 真相 真理 这个其实都是明相上的不一样了 真相 真理 真如 真相也实相 真理 真如 真空 真实 真机 真机 站在这个时间的角度 空间的角度说 真机就是无机 真觉 不是假的 真性 真智 或者是 甚至 实质 实质 实迹 实相 实性 有时候站在相说 有时候站在性说 法性 法界 法身 本体 一体 一如 一味 一向 空向 不生不灭的捏盘 平等 究竟 之位 这个通通是在 形容 真 这个通通是在形容真 望 虚望 幻化 之相 虚望 幻化 之相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都是 虚望 幻化 之相 够然 六成 染污了 六成之境 这个虚幻 虚望 幻化 不实在的东西 够然 六成的境界 就是我们迷惑颠倒 这个就是 旺 自成 制造成立 制造成立 虚受 生死 可是有的时候是 很无奈的 以前我们四伏 云林县 有一个 他的爸爸 他爸爸花天酒地 妈妈是弱者 对 他爸爸就喜欢赌博 赌博赌了 没有办法了 把两个女儿 卖到妓女户去 两个呢 通工卖啊 他两个女儿 找得很漂亮的 嗯 卖到妓女户去 有时候 不是我们自己愿意去的 环境时自然也 叫做叶丽时自然也 后来啊 得了那个 灵病啊 那些整个脸啊 整个脸啊 因为呢 来找的 都是不同的客人 那他是不是有什么病毒 也不晓得 像以前的讲什么 西贡玫瑰啊 宝子灯的什么西贡玫瑰啊 还有那些什么灵病啊 是什么 啊 他整个脸啊 皮肤啊 他溃烂 溃烂 溃烂 再一次的碰到他的时候 就会让我吓一跳 以前的那么漂亮的 现在全身长满着苍 长满着苍 常常啊 被那个老苍啊 打 打 不接客就打 有的就是命不好啊 命不好啊 没办法了 所以说 我们呢 很多地方是很无奈的 比如说 水 鱼 一下子生长在水中 它不能在陆地 人的出生人 鸟在虚空中飞 猪草 那一出生 它就是猴子 虽然有一点点人类的类似 可是它就是没有办法语言 没有办法像人类的智慧 它是夜里一转 大象 猴子 蟒蛇 你看 夜里十字燃焰 那有佛性有什么用 用不出来 有佛性有什么用 用不出来 所以我常常告诉这些修行人 我们做人类 三餐吃得饱 够满足的 拥有佛法 三餐只要吃得饱 可以遮遮鱼 冬天有一件衣服穿 够了 已经很满足了 这个够我们修道的条件 我们不会饿死 没有人会吃饱了 这个够了